我看那禅师的语录上 有一个叫做加三禅师 还有一个定三禅师 这两个禅师在讨论佛法说 定三禅师说 说是 说心中要没有佛的话 就没有生死 你心里面没有佛就没有生死 那么这个加三禅师说 我们心里面要有佛的话 就不会迷于生死 你心里有佛就是有智慧 就不会为生死所迷了 那为事实上所有的生死凡夫 都是为生死所迷 那就表示没有佛 所以定三禅师因为 要没有佛也没有生死 那么加三禅师说 有佛也不应该有生死 两个思想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究竟是应该怎么说才对呢 这就是个问题 那么就去问这个法昌法师 法昌禅师当时必须是一个很有地位的 是马祖的弟子 当然这时候他自己离开马祖 自己在一个地方住 那么这两个禅师 这个加三禅师和定三禅师 就到法昌禅师来请问他的问题 那么加三禅师说 说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想法 哪个亲哪个疏 哪个亲哪个疏 那么法昌禅师说 明天来 明天再来问 当时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加三禅师就 就来问 他问这个问题 法昌禅师说 问者不亲 亲者不问 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我因为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等于没回答 就这个问题还不是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回答你 这里的意思说 阿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佛的一切种子 是因缘所生法 这话的意思 就是原来是没有的 原来是没有的 因为后来遇见佛 遇见佛法 法无上菩提心 逐渐地修六波罗密 逐渐地得阿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样说阿多罗三秒三不提 是由因缘有的 要说不是由因缘有的 本来就是有的 那就是定 就是定了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佛教 我们汉文佛教 就是不欺自信 本质具足 阿多罗三秒三不提 原来是有的 你不用修行 你就有无上菩提 那么要有佛是不迷于生死的 为什么迷惑生死呢 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以这些禅师 你要仔细去看去 禅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解答这个问题 思想有冲突 怎么解答呢 说大成论上 说大这个种子的问题 也是说 这无漏的善法 就是多温熏悉 熏悉的 渐渐的 你就转翻成圣了 他不说是本具的 不这么说 但是我们 我们学的天台教 天台智慈大师 常常说本具 说本具 后来天台中的也就是 一直都说这本具 但是我去读摩和止观 智慈大师说本具那个意思 和后来人说的本具 意思不同 意思是不一样的 那是个不思议的境界 不可是不同的 意思不同 你们不妨把摩和止观 那个不思一尽 那个地方 那个文字 你去读一读 智慈大师说到本具 我这么推测 那个意思 这个须不低尊说 如果解剖所说意 就谦谦了 谦虚一点 我推测智慈大师那个意思 主法不自生 也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因 似无所无生 那主法就是不生 不生怎么生了呢 不可思议 这叫做本具 智慈大师这个意思 不是说是 像我们这个分别心 说这屋子原来有缘 叫做这屋子里头有缘 不是这样意思 不是仓库里面有很多东西 本来里面就有很多东西 叫做本具 不是这样讲法 智慈大师讲那个本具 是不可思议的意思